一本书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我们大家请喝着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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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切万劫南章欲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现场的各位同秀 现场的各位同秀 今天是我们王三龙主的第十六次学习 前面我们学习了形象功德 学习了种种式功德 还有这个妙色功德 我们谈到这三个功德 其实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一起来学习来理解极乐世界的庄严 从总的形象上面 然后再深入一层到这些景物 这些环境的材质构成 那么最后到第三个妙色 就是谈这些一切景物 一切卧质 它所放的光色 这三个方面来谈 来统一来理解的话 我们就容易知道 理解这里 天秦菩萨所谈的内容 和谈恋大师 他所注解的这些要义 那么谈这个形象功德 是因为阿弥陀佛在英地 行菩萨道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些世界 这些绘土的世界和净土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有这些 一太阳或者是一个发光气 就会有这些一丝天下 或者是其他多世界 总是在这些世界中间 就会有白天有黑夜 特别黑夜降临的时候 你需要这些照明的能源 或者照明的方式 来点亮这个世界 这个过程中 这种维持的费用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由此他希望在极乐世界 尽光明满足 尤尽日月龙 就是整个世界是方光的形象 每一个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众生 自身也都能放光 能够满足自体 再也不会担心有这些 白天和黑夜 这样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方便 第二个谈种种事 这是败注珍宝性 具足庙庄严 这是建到很多刹土 它是以这些土石瓦溃作为住屋 即是贵为这些皇宫 或者说这些贵族的屋子 依旧是这些材质 还有些呢 想得到一些好的这些 这些雕尖楼玉 但是很难得到 就是自身用具 受到的限制 非常非常的多 那特别有些得到以后呢 或者是有这种自然灾害 或者有其他的突发事件 很亏了 又失去了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呢 他希望在极乐世界呢 到处都是一个珍宝具足的世界 珍宝具足的世界 具足这样的珍宝 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在欲记 出去得上极乐世界的众生来说 这个产生的身心上的感触啊 这种触受 以及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这是很难 这个意思用很多 我们的语言去描述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整个的欲记 大多数的前行之下 我们知道呢 众生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欲求啊 是不能满足的 我们说的八苦里边的求不得苦 那么很多人呢 他一生都是为了生存而忙碌 我们在新加坡可能感受不算是太强烈啊 因为各个条件算是不错了 但是你看全球整体的人口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呢 这一生呢都是为了一个肚子而马路 所以正是有这样的不如意 所以 法道菩萨在因地考察 十方岔土 看到这样的缺陷 所以他发出这样的大愿 极乐世界珍宝具足 遍地都是 本来我们认为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东西 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遍地都是 满足了我们的多生多结 这种对于这种身心滋养 卧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啊 这种需求呢 对于我们经验上的转变来说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一般我们贪不到的东西 求不到的东西 日思夜想就会在牛角嘛 就会老是思维在转在这个里边 去想这个东西嘛 但当极乐世界这些东西 到处都是的时候 黄金为地的时候 珍珠 麻辣到处都有的时候 并且这些金的珍宝的 金的材质 与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 那么这种情形下呢 自然就不会对于 这些小小的欲念 产生有所恐惧了 这个他举了例子 相望于有余 自得于佛道 就是到底是相濡以沫比较好呢 还是相望于有余比较好 这个在欲决的众生 比较执着感情 总是谈相濡以沫 珍惜那份感情 但是当真正这些物质受用 各种各样的物质 非常充裕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 那种个性的发挥 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来说 那么对于一个个体 特别是从学佛的角度来说 北托 北托这种欲念 北托这种各种各样的需求 有所求 这种念头对我们的舒服 突然到了一个自身用具 完全能够随念机制的境界 那么你就再不会去把念头 放在这些 去求医求食各个方面了 念头所专注呢 所关注呢 都是修学 所以在这样一个相望于有余的 这样一个大的自在的环境里面 大家自然而然呢 就会追求更高的目标 去求佛道 去行菩萨道 去追求度一切众生 这不会为一点点的小感情 或者是小欲望 去费尽自己一生的心血 这是这个种种式功德里面所谈到 那么妙色功德 在进一步 就是说极乐世界 为什么是一个光明的世界 这种光色的殊胜 体现在哪里 这也是阿弥陀佛的因地 看到这些国土的不同 有非常富饶的国土 有非常贫瘠的国土 有非常发达的国土 也有非常落后的国土 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平等 在众生的心念上面 也采生了高下之心 所以他发愿 在极乐世界呢 他的国土呢 是无构光延斥明尽药世界 它就是一个无构光 就是清净光所照耀的世界 这世间的一切呢 从来到位啊 都是清净的 一切众生呢 时时刻刻 也都沐浴在这种清净光里面 不仅仅是从物质受用上 从眼睛所及 那都是一个非常清净庄严的世界 从心理状态上 沐浴在这种清净光里面 佛光里面 在修学上面 在诸道上面 都是对于我们修学菩萨道 最大的帮助 那么唐良大师在这里呢 在解释的时候啊 就一连 一连用了十三重的这样的比喻 让我们明了 明了什么呢 从人间的经 到这个转龙圣王的经 到天道 不同天界的经 最后到极乐世界的经 让我们明了 极乐世界的经 与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所谈的 我们所接触到的经 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弥陀经里边 无量寿经里边 处处总是谈黄金为地 黄金为地 我们当然想当然的 就会出现一个概念 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一个土豪的世界 导致都是黄金啊 珠宝啊 那么在这里 通过重重的比喻 告诉我们 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教法 阿弥陀佛 在私设这一切的 续学环境的时候呢 他要把这些黄金 珍珠 这种玛瑙啊 琥珀啊 这种七宝 作为它的 生存环境 修学环境 助导环境的 一些主要的材质 并且呢 这些七宝 跟我们所看的 我们所接触的 我们思维 范围之内的七宝 这种概念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上一次 我们也谈到 就是让大家去思考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 用了这样十三重的比喻 让我们能理解 极乐世界的经 有多么地清净 庄严 那么用这种 当然是我们知道 首先 极乐世界 用这样一个环境的庄严 环境的庄严 来启发我们内心的庄严 而这一切的七宝环境也好 黄金环境也好 眼睛所及 耳朵所亲 脚所接触 手所接触的 其实这一切呢 都是阿弥陀佛成佛以后 他的清净自信里边 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个 庄严的佛世界 我们谈自信 清净流露出一个庄严的佛世界 与我们业力所感的 这个娑婆世界 这叫夜暴徒 业力所感的夜暴徒 这个从概念上 从性质上 从形象上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作为反复众生 作为欲见的众生 这种六根 总是围绕着六层环境最转 我们的眼耳鼻舌声夜 总是围绕着色声香味触法 这些位在的环境最转 那么我们造作各种各样的 身口夜呢 也都是由于我们六根接触六层 而造作各种各样的业的 那其实来说 这也是我们多生 多节以来的习气 那这种习气 其实要改变 也是不容易的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把这个环境 营造这么庄严 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 我们也是有六根六层的 那整整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我们的六根境界 所对的六层境界 它的起性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 都是由我们的烦恼心上面 我们的贪嗔痴脉上面 各种习气上面 所产生的对于六层境界的执着 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 我们所面对的整个环境 那个环境是一个佛世界的环境 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层 当然我们这个八世心前 我们的凡夫的心意识 已转变成了清净的智慧 清凉的智慧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五根接触五层 我们在读欧毅大师 谈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也是用我们的根层做佛事 五根接触五层 我们得生凡胜同居土 我们所接触到的五层境界 是圣庙的五层 得生方便有余土 接触的环境是无路的五层 跟着十八庄原土 接触到的环境是无尽的五层 那到长济光土 是称性的五层 所以虽然同样是一个臣字 臣位在的法臣 位在的境界 和心相对的境界 但是这个臣 在这里它真是臣 在我们这个世界真是尘埃 实实要佛尘埃 要扫尘埃 就是烦恼 但在极乐世界 这个尘不是尘埃 这些我们所对的一切境界 一切尘 都是从阿弥陀佛 尘佛的清静心里面 自信里面所流露出来的 清静的法臣 来帮助我们 导致我们 断绝我们 我们类似的这种烦恼无尘 所以我们从此来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极乐世界 一直在谈到环境的庄严 环境的庄严 各种各样的珍宝 这种珍宝呢 其实也都是我们自信 所具有的 本具的各种珍宝 那么在极乐世界 我们看到的 这是阿弥陀佛 用这种物质化的形象 我们喜欢的形象 把它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呢 是要我们在五根 或者说塔六根 接触这些未成禁忌的时候呢 所起的都是帮助我们 快速成佛的法臣 那与我们在这方 所接触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上一次 学习的打起的内容 好 我们接着看今天的内容 这是在第四十九页 各一者和彼土金光 从绝构夜生故 千尽 无不成就故 阿乐净土 是无身人菩萨 敬业所起 阿弥陀如来 法王所领 这些文具都非常重要 那么刚才谈到 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光色 是从它七宝的 各种无尽珍宝的 自信 本性里边 所自然流露的 而这一切的七宝 这一切的光色呢 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成佛以后 清净自信的自然流现 以这种形象化的 具象化的形式 把它表达出来呢 是要接引我们这些众生 让我们生起 好耀之心 稀有之心 星球之心 那么这里谈 所以这和 为什么谈这个呢 就谈 极乐世界这一切的 无尽的 清净的光色 特别是它用金 这些最珍贵的贵金属 我们认为最稀有的东西呢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物质 谈金的光色 这些光色 为什么 鼻涂的金光 像这些琥珀光 珍珠光 琉璃光 车渠光 马朗光 这些光 到底呢 为什么那么清净 那么明测 那么透亮 那么能够超胜 人间一切的金光 一切的这些珍宝之光呢 那么这里谈论大师呢 给出答案 说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环境 一切的珍宝啊 是从阿弥陀佛的 绝狗业生起 这里谈绝 绝是断除的意思啊 就是消灭得干干净净的意思啊 构呢 污垢 很明显污垢 那么这里谈构呢 就是把烦恼都通称为污垢 我们一般谈烦恼 谈贪嗔痴慢疑 这是我们的烦恼 最重的五大烦恼 因为这些呢 是当地 夫给我们清净佛性的 夫给我们自信的 所以呢 要勤勤 实时勤服事啊 不要让这些承邃呢 让这些烦恼呢 总是在我们心里边呢 越积越厚 那么在这里呢 谈五个烦恼呢 谈五个烦恼 谈一个欲贪 欲贪就是 贪是执着的意思啊 像占文极有的意思啊 欲是各种各样的欲望 对财 对色 对民 对食 对税的欲望 这是非常重的烦恼 把它排在第一位 称慧 恨恨心 嫉妒心 不平心 攀比心啊 为什么我们身心不能安乐 很多人 为什么总在生活 在烦恼当中啊 就是这种心里头 心态上 总在攀比 总在比较 所以他一直是找不到 安心之所啊 心里边一直不安宁啊 反正 轰眠 轰眠比较容易理解 轰尘 睡眠 轰尘 睡眠 平时 我们在这个 不修学的时候 不念佛的时候 不诵经的时候 很精神 甚至呢不需要睡眠 然后一念经 一念佛呢 这个永三悟躁啊 各种各样 这种睡眠的丑退就出现了 这都是我们的障碍 它像 像打败子一样 一下子盖过来了 这个调毁 调毁 我们知道调局 就是心老是不动 心老是不安的意思 调毁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什么是调毁呢 做了错事以后呢 一直念念不忘 一直后悔 天天要去唠叨 不断地重复 所以 这也是一种很重的习气啊 那如果做错了 我们意识到了 赶紧忏悔 赶紧忏悔 然后呢 以后再不要做 这是方法了 财毁以后呢 就放下了 不然的话 你这个不断地去追悔 不断地去追悔 追悔一遍 造业加重一遍 再追悔一遍呢 这个烦恼习气加重一遍 这个种子呢 根再砸得深一点 所以让心呢 总是没有办法安静 所以要让心呢 总是由于追悔 由于后悔啊 而在调局之中 就是不安当中 疑 疑心病 疑我们知道这些 它总是跟 贪欲啊 跟诚恨啊 这些都是相伴相声的 基督心重 它自然疑心重 疑心重 自然就基督心重 贪欲重 自然疑心重 这相伴相声 所以这些呢 能苟然我们的心性 就是 让我们 亲近的自信 不能放光 所以呢 这是佛法的修学里边 这些 佛一直教导 我们要断除 要仔细的 那么从阿弥陀佛 他的修学 他的经过来说 菩萨道的行事过程中啊 这些都是 一些 根本要对质的 非常重的 烦恼习气 那么这些呢 通过 多生多节的修学 特别是 我们在前面 了解到啊 阿弥陀佛修学 他的因地发愿 是地上菩萨发愿 那就是说 本身 他的三业 已经是非常清静了 看成师脉这些习气 他早就断尽了 地上菩萨 他存在的 只有一些 无明的习气而已 无明的习气 那么无明断一分呢 就接近 正如佛性净一分 接近 成就佛道净一分 那么无明 全部断尽以后呢 就 那么 他的正如自信 他的佛性呢 就全部彰显 全部放光 最终成佛 那么这些呢 都是阿弥陀佛 已经断除的 干干净净了 所以呢 静即光通达 他的身心是清静的 他的意念是清静的 他的身心 全部是透亮的 是放光的 处处所体现的 是慈悲 是智慧 是全强方便 所以 基督世界 这一切的光色 一切的环境 施射 都是从阿弥陀佛 他成佛以后 所感的 绝构业 一成都 没有沾染的 清静业 所生起的 所以说 清静 无所 无不成就 正是由于 这一切环境 是清静的 所以呢 放出的光明啊 是 祝佛 刹土当中 最为第一 第一殊胜 光色 这种殊胜和光色的 装饰 庄严 图案的 自动的组合 完全都是 超出我们反复的 思维 反畅之位 那么 阿弥际土 后面在 补充说明 说这是 无声忍菩萨 敬业所起 这个我们谈 极乐世界的 四种体现的时候呢 谈论大师 已经给我们 讲得很清楚了 无声忍菩萨 谈的就是 阿弥陀佛 在 因地发愿的时候 他已经是 无声法忍的菩萨 我们谈 无声法忍的菩萨 要么 这是出地的菩萨 要么呢 是 八地的菩萨 不管是 出地菩萨 还是八地菩萨 都已经是 登地菩萨 都已经是 修学上面 是 经过 一大阿僧 起绝的修学了 进入第二大阿僧 起绝的修学 三业完全都是 清净的 那么由于 他发愿 这种起点非常高 没有任何的污秽 没有任何的杂染 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 这极乐世界 在修集过程中 阿弥陀佛 在 积累功德过程中 他所有的业 所有的 深刻一三业 也都是清净的 最终 经过多生多绝的修学 法藏菩萨成佛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如来 法王所领 就是 他成佛以后 自然而然 感到极乐世界的出现 极乐世界的出现呢 阿弥陀佛自然成就 就是佛和他的国土 是同时 是同时成就 那成佛以后呢 自然就号称是法王了 所以这个法王 是凡人的即位 叫龙王 从凡夫来说 成就的最高的地位呢 我们谈龙王 转龙圣王 当然我们谈转龙圣王 也有四种的不同 有金龙王 银龙王 铜龙王 和启龙王 这是从通灵 四个 这个一四天下 四大步骤 这是最高的转龙圣王 三个步骤呢 就次一点 到最后呢 启龙王呢 通灵一个步骤 就一个世界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一个能够同理的人间之王 那就是启龙王了 转龙圣王里面 最低的一等 那么这些 从他的能力上来说 从他所享用的这些福报 或者说他的这些装备 武器装备 都是人间最圣 叫龙王 那么从圣人的即位 叫法王 圣人就是菩萨修学 最终成就了 叫法王 为什么叫法王呢 在法华经里面谈 我为法王 于法自在 这个于法 就是法是 一切事物的统称 与一切人 与一切事 与一切环境 都能够随缘自在地去处理 我们经常谈 不便随缘 随缘不便 能够智慧通达 能够慈悲广大 能够功德圆满地去处理一切事情 这种叫法王 那么阿弥陀佛 他功德广大 他身口一三月清净 那么由他所统领的西方极乐世界 那自然而然 就像他的身口一三月一样 是全部都是清净的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物质 一切的环境 他能够放出这样 自己清净 为佛刹中最为第一的光明的原因 从这些四里因果上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 他修集而成的 他所感得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如来为增上缘故 事故言 无垢光 言斥 明尽 要世间 要世间者 要两种世间也 这里阿弥陀如来为增上缘故 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读《无量寿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阿弥陀佛 他的微神光明 是十方所有世界中 所有祝福中 光明最为第一的 那么如果说是 众生对于阿弥陀佛 能够产生信愿 能够触光 我们谈触光 就是他具足信愿 念佛 礼佛 意念佛 观佛 都是触光 他只要能触光 这当下 当下在触光这一刹那 他的贪嗔痴凡老是仔细的 内心里面所感受的 是佛的清净光 是佛柔软光 是佛的对于众生 至极的关慰 所以他触光的那一刹那 众生的身心也是柔软的 内心的欢喜是无量的 同时呢 生起的是 非常非常善良的心 分起呢 是处理的心 那甚至 像在这些 恶到受苦的众生 特别是鬼道众生 地狱道众生 如果说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 能够触到光 那他的痛苦当下都能止息啊 这些我们在大臣 各种经典里面 经常都会看到这样 那当下的苦恼 当下的痛苦都会止息 并且 如果说他能够生起 尽兴念一身佛的话 当下都能处理恶道 得生善处 得生善道 那这是他一般情形下 阿弥陀佛 他的光明所及呢 作为这样一种 强有力的增上员 对于众生的救度 那么这里谈阿弥陀如来 为增上员 谈什么呢 这里所谈的呢 是已经得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已经得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时时刻刻呢 都沐浴在阿弥陀佛 清净至极的光明里边 他所感 他所见 他所处 这种光明呢 本身都不是他的光明 那他所见到这样至极清净 第一无比的光明 这样绚烂的 我们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这种光色的灿烂 这一切的庄严 我们读无量说 就可能有些同修 就非常熟悉 自动地会陪列成各种各样的图形 不断地在变化当中 让你这种耐心里边 一直生起无比的发喜 这种呢 不是得生者 他自己所修得的能力 这种呢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的自性光明 他的自性光明 刚才所谈的 他的法王 他注持极乐世界 他这个光明呢 笼罩整个极乐世界 让这些像自六道凡夫 上道三成圣人 这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都能够感受到 阿弥陀佛 佛果地上的这种 至极清净 甚大 不可思议的光明 所以这种光明 完全不是自身的境界 所能够领纳到的 不是自身的境界 能够所修得的 而是说 他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自然呢 就通过阿弥陀佛的射受 能够当下 享用到这种光明 所以千千 每时每刻都在这种 至极清净的光明沐浴当中 那千千在洗光明澡 身心内味 都在感受到 阿弥陀佛这种 至极清净智慧 慈悲的光明的照射 那么对于 得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这种身心的转换 对他心理状态的改变 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 我们得生到极乐世界 莲花开腹以后 我们的这种烦恼习气 自然都不会现行 我们内心 清净的自信的光明 佛性的光明 就开始放光 这都是由于 阿弥陀佛光明的照射 光明的照射 在阿弥陀佛这种 自己清净光明的照射之下 射受之下 这种强有力的增上源 你看他依旧谈的 虽然说这种力量非常强大 但依旧还是增上源 增上源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觉悟的 帮助我们成就的 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 不退成佛的 推着我们向前走 那么我们自身呢 自身当然是 依旧还是具有这种清净的 自信光明 能够接受阿弥陀佛的射受 能够希求 也能成就像阿弥陀佛 一样 至极庄严的佛 也能希望 像阿弥陀佛一样 到十方 无尽法界 去视线做佛事啊 那么有这种 希求 有这种大的 菩提心的生起 我们自然才会感受到 这种光明 对我们的照射 所以当然 这种对于光明的感受 对于光明的纳受 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每个种事呢 自然而然 都会生起了 所以这个 谈了 阿弥陀佛如来为 增上缘 就是谈 这种至极的清净光明 是阿弥陀佛作为增上缘 他这样 无昼夜的 无仔细的 不断光 以这样的形式呢 所以照射 每一个得生 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让他们感受到 佛对他们的恩德 感受到自信光明 每时每刻都在放光 感受到 在不退转的道路上 眼睛所及 自想所及 念头所及呢 都是要成佛的念头 度众生的念头 这种光的力量 体现 就是一直作为一种 非常强大的推动力 和自己内在的 菩提心相应 一心要不退转成佛 所以说 世故言 无构光 言斥 明尽要时间 这里我们就看清楚 为什么叫 无构光 这种 没有苟然的 清净自己的光明 一直像火焰一样 当然这种火焰 是清净的火焰 一直在那边 放出 吃剩 不可思议的光明 每时每刻呢 都在 照耀着极乐世界的 两种世界的众生 这里谈两种世界 一个是 无情世界 一个是 有情世界 无情世界 就是这一切的环境 实设 其实都是 阿弥陀佛 臣佛以后 心性的自然流露 有情世界 生活在极乐世界 仕途的众生 那么我们 每一个 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只要到极乐世界 那么都会感受到 阿弥陀佛这种光明 对我们的摄受和加持 我们再来看下面 第七个功德 叫处功德 这间菩萨 他的论文是 宝性功德草 柔软 左右旋 处着 生 圣乐 过 加干 临陀 那么 塔雷大师 他的著文是 此四句 明 庄严处 功德成就 国本何故其子庄严 借有国土 随宝重金玉 不得为衣服 征完民静 无异于夫具 资源月于墓 不便于生也 生也二勤 其夫毛洞窟 我们看这个谈的是 阿弥陀佛 他所成就的处功德 处功德 处就是身体接触的意思 我们接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自然就会有感觉 这依旧谈的是 阿弥陀佛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做佛事 这四句 我们从字面上看 保性 功德草 保性 珍宝 体性 珍宝的体性 像有功德的草一样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它是柔软的 柔软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左右旋转 可以随着众生的意念 不断地变化 接触到这些珍宝的众生呢 都会生起 非常圣妙的喜悦之感 这种感觉呢 超过接触 加单 灵陀草 这里 如果说我们把前面的形象功德 种种式功德 妙色功德 联系起来就容易理解了 那么从 总的形象 到这些 整个景物 这一切的环境 这一切的器具 它的材质的构成 到妙色 放出的光色 再到这一个呢 谈这些珍宝 当这些极乐世界的众生 接触极乐世界 他们所生活的环境里边 这些珍宝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说这四句呢 叫庄严处功德成就 为什么阿弥陀佛 要有这样一个功德成就呢 这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成就 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生起这样的庄严呢 说借有国土 依旧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学 为法藏菩萨的时候 那么在十方法界参学 见到有些国土呢 虽然宝重金玉 不得为衣服 虽然对于这些金玉宝丸啊 非常的重视 非常的珍视 很看重 但是呢 它自能作为一个 北设作为一个器具 宝丸而已 没有办法呢 穿在身上 接触起来呢 也是硬邦邦的 甚至是冰冷的 这些珍丸明镜 珍丸的珍宝啊 宝丸的小玩意儿啊 玉琴啊 金琴啊 还有这些明镜 明珠啊 宝镜啊 这一类 无异于夫具 没有办法呢 作为衣服 也没有办法呢 作为床具 这是躺卧的上面 因为 你要这个谈到真正的 身心的享受的话 就这一切应该来说 应该是统一的 但是呢 看起来很好 看起来很舒服 很耀念 很珍贵的东西 摸起来 碰起来呢 都是那么的僵硬 那么的刚硬 所以 这里谈论大师 他说 诗言 月于木 不便于生也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接触的 这一切珍宝啊 从视觉上来看 从视觉上 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那确确实实 有些珍宝啊 有些古玩啊 它这种艺术价值 也很高啊 因为 它也有 非常强妙的设计啊 那从艺术角度来看 它能够赏心悦目 但是 不便于生 不便于生 就是 真正你想 把它穿在身上 你想 接触起来 碰触起来呢 就感觉 很不舒服 甚至有些呢 很刺手 很扎手啊 就这样 生眼二禽 起伏 毛洞乎 我们这样 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你看 就是视觉上的 和触觉上的 眼睛的视觉 和身体的触觉上 对于一个同样 一个宝物呢 这样 其实呢 它是互相矛盾的 看起来很好看 傻心悦目 但是碰起来 触起来呢 完全呢 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因为它是 冰冷的 是僵硬的 甚至呢 是自首的 这样呢 不能统一的话 不就是 视觉和触觉 它是出于一种 矛盾状态吗 其实来说 这就是谈我们这个世界 这种珍宝 它就是有这样的缺陷 就是不能够圆满地 能够圆容统一 这事故愿言 是我国土 人间六情 何于水乳 不取处月之劳 所以 七宝柔软 月目变身 你看这个 凡藏菩萨 在因地考察这些 十方佛刹土的时候 他看到这种情形 他的发愈 是他国土的 这一切 众生所接触到的 接触到的这一切 环境和宝物 特别是这些珍宝 能够统一 怎么统一呢 就是眼睛视觉上的美 视觉上的价值呢 和触觉上的价值呢 是一致的 眼睛看到好 那么手摸起来 身体接触起来呢 也有无比的喜悦感 合于水乳啊 就像水和乳一样 融合成一起 那么这里谈谈 说人间六情 合于水乳 那这个 其实坦伦大师 在这里啊 就是谈的 主要还是针对 我们这个 人道和千道的众生 这就是说 这人道和千道 相对来说 还是发愿求生 极乐世界的多 修学的环境啊 相对于其他的道来说 那要 那要 辩解的多 殊胜的多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 欲解 那色界的众生 也是如此啊 他都是用六根 对六成境界 产生 产生一种觉寿 一种触寿 以后呢 那么对这种触寿 他会有分别 有执着 就像我们触寿 触寿你感觉 喜欢的呢 就一直喜欢 喜马能够一直接触下去 不喜欢的呢 你马上呢 就想把它放到一边去 那么对色界的众生呢 他对色身的要求啊 他色身的这种 容美啊 那对这些要求更高 所以 从我们 六根接触六成 这就境界来说 这是阿弥陀佛 他要做佛事的地方 那么对于 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 那么 六根子接触这种六成境界 接触未在 未在环境的时候呢 接触未在环境 一般我们都是随着 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喜好啊 去分别去执着 那么分别执着的过程中呢 当然 就有了造作了 造意啊 然后啊 龙爪啊 也就是一直这样开始 一直这样循环的 阿弥陀佛他看到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发愿说 极乐世界 特别是这些 人千道的众生 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 他六根 依旧是对六成境界的 当然到极乐世界 这个六根对六成境界 根尘会同时产生 无比愧乐的感受 这种就是 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视觉和触觉 是不同意的 视觉很好看 但是触觉很僵硬 在极乐世界呢 在极乐世界呢 视觉 触觉 这种嗅觉 它都是同意的 接触的过程中呢 接触这些宝物的过程中呢 都能够让这些众生呢 能够感受到伐血 所以呢 说出取 处月之劳啊 这里用了一个比喻 处月之劳 处国和越国 处国就是 现在中国主要是以湖北 这一块 湖北 湖南 这一块地域 为主要地域的 从秦死皇时期 战国时期 以前一直很长时间 它都是一直是处地 越地呢 主要就是杭州这一块地方 滑动这一块 这两个地方呢 这古代呢 它都是 两个不同的国家 两者呢 都是互相不对付的 不对付呢 你要去帮助楚国呢 越国就不高兴 你帮助越国呢 楚国就不高兴 你帮助两个国家来 两个国家都不高兴 有时候我们 做人也是这样 两边不讨好 两边不讨好 谈什么呢 就谈的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 视觉和触觉 互相矛盾的 那么到极乐世界 要出去除越之牢 这是把这种 互相矛盾的状态 要取除掉 所以 阿弥陀佛 他所成就的极乐世界 七宝是柔软的 宝物是柔软的 宝物是有温度的 处悦目变身 眼睛看起来 它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审美价值 接触的过程中呢 处 接触它呢 会产生无比的快乐和发喜 这就是说 极乐世界 其实 我们莲花开覆以后啊 我们呢 一根能 辩对 一切尘 这个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一根只能对一尘 眼界色 见这些物质 见这个物质的形状 物质的光色 耳闻声 那听声音 折肠胃 鼻袖香 深接触 所以 然后呢 思想意识呢 思维分别抉择 但是在极乐世界呢 眼根 眼根就具足其他一切根的功能 耳根呢 也具足其他一切根的功能 这个我们在愣眼睛里面也看到啊 就是六根能够互用 像我们在这里眼睛只能看 这个物质的形状 光色 在极乐世界你眼睛也可以闻香味啊 也可以肠味道啊 也可以接触 就是六根呢 它一根能够辩对一切尘 一尘呢 也能够辩越一切根 就是未在的环境啊 眼睛所见 本来 在我们来看 这是个视觉上的享受 但是呢 同时 因为我们读物料世界 我们也知道 这些整个的一切环境啊 一切的未在 这些事实呢 它同时啊 不仅仅是有光色 也有味道的 那都是在发现相光庄严了 所以眼睛看到这个物质 在未边呢 景象在未边呢 当下眼睛也能感受到它的香味 也能感受到它的柔软 这些呢 说根根成 根根成成 都能够称性圆通 都能够自在无碍的 所以呢 极乐世界这一切 珍宝的起性 珍宝的起性呢 它都是柔软的 珍宝的起性 柔软呢 当然 它是有它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这种宝都是僵硬的 你要把它穿在身上的话 你会感觉很刺身 非常不舒服 那么在极乐世界呢 这宝呢 可以作为柔软的 甚至可以作为业起 那你想 要它是什么形状呢 它就是什么样的形状 那当然如果说是 我们 从理上来讲话说回来 极乐世界为什么 这一切是柔软的 那宝也是柔软的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 是慈悲柔软的 这一切呢 都是它自行清静功德里边 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宝物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也是柔软的 但为什么现在这么僵硬 这么冰冷啊 我们的心是僵硬的呀 我们的我执啊 是非常厚重的了 为什么我们谈 来源附体众生呢 刚强来强来福啊 心刚硬的话 那么所感的这些宝物啊 宝物比我们还刚硬 未来的环境嘛 都是与我们自信的 自信里边 这一切变现有关的 那么后面这一团说是 将在临陀者 千住柔软草民也 处之者 能生乐寿 故以为遇 处者言 此间土食草木 各有定其 以者何缘 木彼宝为草叶 当以其兰荣 故以草木之耳 鱼若参矣 当别有途 这里呢再接着说 处者胜乐 过江湛临陀 当然这个 天清菩萨 在这里所描述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它有一个 印度的文化背景 那么印度文化里边 谈我们这个世界上 最柔软的草呢 这个草的名字呢 叫 家湛临陀 家湛临陀 这个草呢 一般人在接触 用手碰到 身体接触到这个草呢 就感觉到 无比的舒适 生起一种乐寿 那么就想 忍不住呢 就想多摸几下 所以说 以江湛临陀 草呢 来比喻 比喻这个宝 极乐世界的宝 像这个草一样软 那么当然 我们看到 在《正法念出经》里边 也谈到 大海里边 有一种非常 林锐的 吉祥的鸟 这个鸟呢 也叫家湛临陀 跟这个草 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鸟的羽毛 特别是绒毛啊 摸起了呢 是能够让人 生起一种 非常舒适的 一直呢 不忍舍手的 这样的一种出手 这个就像 我们你看 一般我们现在 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 穿那个羽绒衣啊 鹅的呢 鹅绒啊 鸭绒啊 非常细的时候 你的摸起都是 非常非常的软 摸起非常舒适 那么家湛临陀鸟呢 这个羽毛羽绒呢 就更加更加地软 所以说 像这种鸟 这一般众生福报浅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出现 只有在 软罗圣王出现的时候啊 这个鸟才会出来 那么 软罗圣王出现的时候呢 也有 以这种鸟的羽毛 作为它的衣服的 所以它这种触手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非常美妙的 那么这里 谭雷大师呢 特别 在这里呢 提出了他的见解 说住这一眼 就是从他本身 他对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呢 就帮他 翻成这种形成 这种 以家的领头这种草呢 他是有点看法 说此间土石草木 各有定期 就是他认为呢 说我们这个世界 这些土石啊 草木啊 都有不同的质地 有不同的构造 有不同的性质 比喻 这个比如啊 那个石头啊 跟木头它就不一样 这种草啊 跟石头啊 都不一样 这种起性是不一样的 各有定期 就是他本身 他这种体性啊 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为什么这种翻译者 菩提刘之大师呢 为何 何缘 目彼宝为草业 把这个极乐世界的珍宝啊 用草来比喻呢 所以 谭雷大师呢 就说 大开 以其兰容 这个兰就是这个草啊 随风在摇溢 会变化各种形状 荣就是毛绒荣的感觉 就是 大开取的意思呢 主要是取它这个柔软 不断变化 这样的 这个样子 这些特性 所以呢 用这个加战林陀草 或者说 用加战林陀鸟 这种羽毛呢 来比喻极乐世界的 这种珍宝 说 鱼若参与 当别有途 如果是我来翻译这句的话 我就有可能把它翻译成 用其他的方式来比喻 所以 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 任何的比喻啊 比喻 为什么叫比喻啊 那就是告诉我们 比喻是比喻 事物的本身 本体和比喻 这是两个事情 那比喻 用一个东西呢 来比喻这个 另外一个东西呢 它不是完全是等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千金菩萨 在用草做比喻 千金菩萨这种 最柔软的草做比喻 父亲刘志大师呢 在这里特别翻译 引加战林陀草翻译 来做比喻 他们都是取这种 柔软的体性 并不是告诉我们 这个草 就是极乐世界的宝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偏了 圣乐者 处将在临陀 生软卓乐 处比软宝 生伐喜乐 二世相选 非圣如何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别 这个圣乐 为什么叫圣妙的乐寿 亲近的乐寿 圣乐是法性的乐寿 圣乐是与我们自信相应的乐寿 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些柔软的东西 比如说接触加战林陀草 或者说接触加战林陀鸟 羽毛的时候 这种柔软的感受 一般对于众生来说 就会生起软卓乐 他就有一种咫尺不舍 那并且呢 生起占有的欲望 那生起这种软卓的 不亲近的占有的欲望 那甚至呢 相随的 有些甚至呢 就会有贪嗔 吃各种烦恼的三起 那爱不失手 就一直就希望占有他 那有时候 对于这种珍贵的东西 在出售过程中呢 有了这种乐寿以后呢 又怕失去 那患得患失啊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 那对于这美好的东西 那生起欲望以后呢 自然而然 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生起欲望以后呢 紧跟着呢 就希望能够占有 能够控制 自己独享嘛 可以说 这种是生起染灼之乐 那这是不亲近的 这些呢 我们这个世界 所接触到的 最软的 这些交代灵陀草 或者是鸟 是与我们的烦恼相应的 那为他的环境呢 是与我们不亲近的内心相应的 但是 接触极乐世界的软宝 生起的是 伐喜乐 这是根本性的差别 如果说是我们到极乐世界 看到黄金遍地 看到到处都是珍珠 麻辣白银啊 或者是其他的珍宝钻石啊 生起染灼之乐 赶紧就说挖一块 往自己家里搬 那就与极乐世界 亲近的起性不相应了 那当然 极乐世界的重生呢 得生到极乐世界 也化开腹以后 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 你家里边都是用黄金做的呀 搬了一块黄金干嘛呢 这一切的你的住屋啊 都是七宝合成的 床具啊用具 都是七宝合成的 并且呢 接触这些用具的时候啊 身体所处 手所处 这种六根所处 它生起的 都是我们清静的自信之乐 都是与我们的法性相应的 那么这种法喜啊 它是不生不灭的 不苟不尽的 这种法喜呢 是远离了 一切的颠倒和执着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 接触到好的东西呢 生起 执着 起了颠倒之心 对极乐世界呢 恰恰相反 生起呢 是清静之心 远离颠倒之中 这二世相选 非圣如何啊 不同的 这两个世界 接触到的 虽然说都是 用身体在接触 为罪的境界 为罪的 为罪的 臣 我们谈法臣 但是呢 所产生的绝受 一个是 一个是 染拙的 一个是 清静的 所以这两世 是有 千帝之旋了 有天壤之别了 非圣如何 那当然 是它 生起的 圣庙的愧乐 法喜的愧乐 法性的愧乐 那么所以说 说 保性 功德草 柔软 左右旋 处者 胜乐 过 江湛 临陀 所以 在处功德里面 是谈 极乐世界这一切珍宝啊 它的起性呢 都像 我们这个世界 最柔软的 能够左右旋转的 能够随着极乐世界 得生者 它的意念变化的 这些 像在灵陀草一样 这样柔软 这样自在 但是差别是 我们这个世界 这种柔软的 美妙的 生起的感觉 生起的 这种乐受呢 是有软折的 是让我们生起 欲念的 而极乐世界的呢 这一切 我们接触过程中呢 生起呢 是清静的法喜 是与我们自信相应的 这个是处功德 我们再看第八个 第八个 这是三种功德 那么接下来这里呢 三种功德呢 是要讨论水功德 地功德和空 三种功德 庄严成就 那么首先呢 是谈水的功德 这里 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的 一切环境的庄严呢 应该从大到小 从大到小 那么从有远即近 慢慢慢慢地 让我们从看到的形象 了解它的材质 观望它的光色 告诉我们 接触极乐世界的 一切元宝 产生的 法喜的 清静的觉寿 然后呢 再告诉我们 日常生活中 这些水 接触水 接触地面 和眼睛 所见到的虚空 对于我们修学 所产生的帮助 我们先看 天经菩萨论文是 宝花千万种 弥肤持流泉 微分动华叶 交错光乱转 入文说 此四句名 庄严水功德成就 国本何故 其此愿 借有国土 或 荣腻 红汤 滋墨 惊人 或 宁思 夹蟹 苏家 怀怼 向无 安悦之情 备有 孔直 之律 这些 这一段里面 这个僧脾字很多啊 那么这个大义 是什么呢 说极乐世界 有 无量的 七宝池 七宝池呢 是 是由 无量的 珍宝 自然而 有不同的图案 组合而成的 并且呢 它都是 随着 往生者的 应验呢 能够自动 培列的 七宝池里边 上面呢 有 覆盖着 在水面上的呢 是 有 各种各样的 千万种 宝莲花 宝莲花呢 它能够 把整个的 池面 能够 也是 用着 非常 非常 神妙的 我们有着 极高的 审美 价值的 排列 自动组合成 各种形状 那么 以 把它 覆盖在 从宝池里边 流出的 流出的 这些 支流上面 那么从 宝性里边 流出的 微风 自然流露出的 微风 会 吹拂过去 那么 莲花 莲玉呢 就会自动 摇曳 微风 动 滑液 给大家呢 给 极乐世界的 众生呢 一种 动态的 画面感 那么 这些 重宝啊 交错 光乱转 重宝 直接的 光色呢 是 互相交错 不断地形成 这种不同 画面的组合 那么这里 谈这个 交错 光乱转啊 就是 宝花 宝石 保持 地面 以及 池底下的 金沙 等等 它都是放光的 那么 光呢 是互相交错的 这个乱呢 这里 乱不是杂乱的意思啊 这个乱呢 是表明的是 这些 池里边 池里边 池上面 池下面 池下面的 金沙等等 它这种 颜色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 转呢 是转换的意思 什么转换呢 就是光色 可以互相转换 我们在读 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啊 可能有些同学们 注意到 比如说 就像 流利啊 它放金色光 玻璃啊 它放红色光 玛瑙 放车渠光 车渠放绿珍珠光 就是说 一种宝 除了自身放光 以为 它也可以放出 其他宝的光明来 放出其他的光色来 这宝与宝之间呢 光色呢 互相交错 不断地变化图案 那这种变化呢 不是后面有人 有一个电脑 在操控这变化 而是说 它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在变化 各种各样的图案 那么当然 这种图案的变化呢 也是随着 得生着它的意念在变化 你动一个念头 希望眼前呢 这个光色变化成 什么样的图案了 它自然呢 就组合成 什么样的图案了 这个 当然从我们 现在可能 其实我们有时候 看到的一些表演啊 无人机的表演啊 或者说 这极光的表演啊 会组合成 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 但是这种图案 我们知道 这都是人为的 后面要有电脑操作的 并且呢 有时候看起来 还是比较 非常僵硬的 而极乐世界这些呢 完全都是自信 流露出来的 阿弥陀佛成佛以后 它的自信光明里边 自然变化的 也是随着我们 得生着 到那边 我们的念头而起 自然而然变化 不会有人在后面 操作的 心念一动 各种图案呢 自然就会变化 生起 不断地回转 所以叫 交错光乱转 这四句叫 庄严 水功德成就 那这个 我们谈 刚才说是 接下来要谈 水功德 地功德和空功德 其实谈的是极乐世界的构成要素 那么一般 我们谈 地 水 火 风 是一个世界构成的四大要素 我们有时候谈 众生的构成 也谈地 水 火 风 有时候我们也会加 空 势 六大 或者加空间式 七大 那也就是说 在这些物质的构成之外呢 我们很谈一个 神式的作用 极乐世界 我们看来看去呢 有水功德 有地功德 有空功德 没有火功德 为什么 地水火分四大吗 火大去了哪里 风 你看风一直是有的 其实风是从摩尼珠里边自然而起的得风 我们读无聊水界我们都知道 或者是从重宝里边生起的风 这些风呢 当然也是有功德的风 吹这个风的同时呢 也是在灭除我们的烦恼 助长我们的菩提心 那么水呢 在接触这些水的时候呢 开生乐体 能够让开发我们的心性功德 让我们开悟 让我们的菩提心 让我们的功德力不断地增上 让我们的身体啊 也产生无量的法喜和乐受 地面接触过程中呢 也是像接触迦代灵陀潮一样 每走一步都产生圣庙的愧乐 生起法喜 也在助长我们的菩提心 也在助长我们的道理 消除我们的烦恼 火呢 一般我们谈火啊 称恨火啊 这个是与我们烦恼相应的 那么当然 极乐世界呢 这称恨火都化为清凉分了 所以只谈风功德 不谈火功德 那么这里 说为什么阿弥陀佛 要起这样一个大愿 因为 有极乐世界 这个水功德的大愿 这是谈到 法杖菩萨在因地啊 也在川学 在雄察 他放国土的时候 说建有国土 或荣腻洪涛 姿莫惊人啊 这个荣腻啊 这是谈这种 大江大海啊 里边所起的巨大的波浪 我们看到这大浪起的时候 或者大河发洪水以后啊 姿莫惊人 对里边这些 吹下的什么东西都有 各种杂质啊 树木啊 甚至各种动物的尸体啊 车梁啊 都在里面 所以这种 荣腻洪涛 大江大海起这种大的波浪 甚至啊 像这种海啸的时候 这种大浪 十多米 几十米的巨浪 它产生的破灰力 是非常惊人的 里边这种 灼浪滔天啊 红灼 也是 非常的吓人 或者说 有些世界 看到说 宁丝 加泻 宁丝 宁丝 谈这个 到冬天的时候 那宁丝 这个 整个的河流啊 被冰封了 我看到表面上 河流冰封了 这个水啊 就从冰面底下在流动 那么到冲天 开始逐渐 逐渐解冻的时候啊 这冰溃 它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化 那么融化过程中 就 这种 融化的水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就把这些冰溃 冲着往下面 速度非常快 那有时候产生的破灰力 也非常惊人 那有时候甚至形成这种 一种 冰溃对在一起 它又马上结冻 冻在一起 会产生这种巨霸的形状 会对下游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可能有些同修在寒冷的地方生活 甚至像有些在中国生活的话 你看到冬天过完以后 到冲天的时候 有时候飞机要去投炸弹 去炸什么呢 去炸在黄河里边的结冰 因为它结在那边水红浪冲下了以后呢 对下游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这叫连凶 所以这种粘丝夹械 这种冲击力破灰力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形造成生活的周围的人 大江大海 这周围的人是出家怀戴 家是家所的意思 戴山就是泰山的意思 出国就是眉头紧皱的意思 非常忧愁 所以一想到这个台风纪来了 一想到冲天这个灵凶漆来了 这种圣子或者是这种雨纪 洪水纪来了 这么大江大河 这些造成的破灰力 都是非常惊人的 一想到呢 心里边就像一个石窥 或者说像枷锁 甚至像泰山 压在心里边一样 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非常惊恐不安 说相无安悦之情 备有恐之之律 这种情形呢 虽然说我们没有生活的这些地方的人 就像新加坡 你没有台风啊 你感受不到这种 它的破灰力和冲击力 你没有这种 大的这种大河 发洪水啊 所以我们体会不到这种 它的可怕 那么生活的这边的 对那一代的人呢 他感觉是他没有安悦之情 是到了这个台风纪 大家都齐心吊胆 身心都遭受很大的强害 只是苛刻呢 都是有这种恐惧之感 甚至有些地方 你看到一 不是到台风纪啊 如果说海底啊 有这种火山 或者有地震的话 都有可能引发海啸 那特别是现在 海平面不断地上升的时候啊 生活的这些 低洼地的沿海的民众呢 心里边一直啊 是这种非常不安的感觉 被有恐之之旅啊 就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 那么正是由于 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呢 他菩萨见词 兴大白心 愿我臣佛 所有流泉持招 与宫殿相称 种种宝花 不为水事 微风徐山 应发有序 开神乐旗 无一不可 知故言 宝花千万种 弥肤持流泉 微风动华 易交错 光断转 真是有这样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 有洪水啊 有大江大河 带来的这些灾难 所以呢 阿弥陀佛 他在因地就发起了 这样的大悦 希望他成佛以后 极乐世界 所有的流泉持招啊 这些支流 或者是有和 或者说与 保持相连的 这些 这些其他的持招 都是与宫殿相称 与这个极乐世界 这些宫殿 是自然而然 设计好的 能够互相对称的 并且呢 是从美学的角度上 这种色调的搭配啊 都是非常的融洽的 那么极乐世界 说这种宝花 不为水事 保持上面 保持上面这些宝莲花 都作为一种水的装饰 我们从宝莲花出来 但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美的装饰品 所以微风吹过的时候呢 这种 说莲花开放 以及莲花与莲花之间 这种光色互相照射 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不会突然之间发洪水 突然之间又哭 又哭掉又买水 这一切呢 在极乐世界都不可能发生 并且 当这一切众生 在接触这些水的时候 能够开神乐器 这是关键 开神乐器 就是高度地概括了 极乐世界水的功能 开神呢 就是能够令瓦身者 能够开悟 开悟就是什么呢 破剑后嘛 所以你看为什么 阿弥陀佛发愿 四十八月里面 说让我们 到极乐世界 莲花开放以后呢 就没有生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造业 最根本的原因呢 是我们生界 我之太重 极乐世界呢 莲花一开放 然后一接触到这些水 我们就没有生界 能够开悟了 借畏罪的环境的庄严 借佛水的庄严 借法性水的庄严 能够当下让我们的自信光明 全部都能够展现出来 无一不可 无一不可就是说 当接触水的这些众生 当然极乐世界 谈众生 就是有佛 有菩萨 有凡神同居土的众生 方便与于土的众生 他接触这些水的时候呢 这些水都能够随他的心愿 随他的念头生起 满足他的需求 那当然我们读无量书经也就知道 你可以水可以倒着流 水呢可以深一点 可以浅一点 水呢可以温一点 可以冷一点 都是念头一动 它自然而然能够无一不可 自然而然就能够随着 每一个众生的心念而产生变化 这个在无量书经里边描述的就非常的详细了 说这个 基督徒世界地面上有这些无量无数的琴台楼歌啊 有无量无数的讲堂啊 阿弥陀佛在里边说法 基督徒世界本国的众生 在亲佛说法 那么其他佛世界的祝佛 菩萨也来基督徒世界 闻佛说法 那么在闻佛说法之前 一般都会供佛啊 都会赞佛啊 说法之后会蒙阿弥陀佛授记 蒙阿弥陀佛加持 然后呢 他们又离开基督徒世界 到他们国头去 那么这一切的琴台楼歌 有非常大的 非常庄严的 也有非常individual的 你个人可以有自己的 有在地面的 有在虚空的 能够随着我们的意念 能够不断地去飞行 不断地去变化 有各种各样的庄严 那么在这些蒋唐 清太卢歌的卫边呢 里边有浴池 卫边也有浴池 这种浴池就是谈脸池 这个浴池呢 不是我们洗澡用的 不是我们游泳池 非常非常大 石油熊 面积石油熊的 或二三石油熊的 甚至北千油熊的 石油熊 这方圆二十平方公里的 三十平方公里的 一百平方公里的 或百千亿平方公里的 面积都非常大 那么生浅呢 它都是结格一等 都是随着我们的 信念的变化 它能够随意地生浅 那么池里边是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 正然隐满 清净相结 未如甘露 所以你可以沐浴 也可以饮用 其实来说 圣心都是清净的 不像我们的这个世界 不喜不行 基督世界 其实你说 完全不喜也可以 本身它是清净的 清净自身 无极之起 但是作为一种习惯 作为的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 我们要清洁身心 沐浴身心 我们感觉无比清爽 那么到极乐世界 有这个习惯 你就可以洗沐浴 在沐浴的同时 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水没有这个功德了 极乐世界的水 是有八种功德的 能够对佛说法的 能够 解决我们的成够的 显明我们的清净自信的 显明清白的 所以开神月起 荡出新歌 清明晨洁 静热无形 那在极乐世界的 这个宝池里边 我们看《无量书经》 也是描述得 非常的详细 黄金池 它是白银沙 白银池是黄金沙 水晶池是琉璃沙 琉璃池是水晶沙 这种搭配 自然而然搭配 那冷暖的色调 都是非常的和谐 那么有这样的 这种圣庙的环境 清净的八公德水 让每一个沐浴者 身心自然而然 沐浴在伐水里边 沐浴在伐水里边 沐浴在佛水里边 那么所以 当我们念头起的时候 它能够微蓝回旋 微蓝微微地起一点波浪 能够转动 不是像这种通 我们的浊浪距像滔天 非常恐惧的大浪 转向贯注 能够上下交错 能够转向贯注 安详续世 那种微蓝起来以后 那么念头一动 说没有了 它自然而然徐徐的 非常中严地都退去了 不吃不计 那现在都是真道 波浪无量自然妙生 为其所应 莫不闻者 或闻佛生 或闻法生 或闻僧生 你看 那么随着波浪 它自然而然 就开始出现阴生了 这种阴生 有像江小月一样的阴生 那你闻的当下呢 能够赏心悦目 能够开上阅气 那么你要亲闻 说法的阴生 亲闻 成就佛道的阴生 亲闻 修学菩萨道的阴生 或者说 你想闻寂静声 你什么都不想亲 那么耳朵 当下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内心里面 自有自己内心的阴生 非常的安宁 非常的世俗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水的功德 水本身 它是对佛说法的 水本身呢 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用我们非常熟悉的水 让我们知道 在极乐世界呢 水也是在做佛事的 也是呢 在帮助我们 在不退成佛的道路上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 就到这里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屠苦 若有戒闻者 吸发福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一文兴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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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